你在看的是GIGABYTE PLUS 教學頻道 我只能做不到一個都不出奇 真是個人問題 我覺得不是太有得教的 可以在外面收你幾萬元有得教 你就去那裡了 反而我想說編曲 應該說10個人有9個人都有這個問題 編曲問題我不懂得編 所以我今天想說一首歌的結構 一首歌的結構 講的是什麼類型都好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結構 如果我們從一個分解上面去看 我會把它分為四類東西 LEED RHYTHM 可能算錯字 不經常都算錯的 PAD 和FILL IN 什麼意思呢? 首先你要理解一下LEED是什麼意思 LEED的意思你會覺得是 LEED GITAR 一些主音帶領的東西就是LEED GITAR 其實LEED的意思就是帶領 但問題 在一對BAND裡面 有VOLCAL RHYTHM LEED GITAR KEEBOARD BASS DRUM 哪一個人才是負責LEED的呢? 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去實例 給你們去解釋 譬如說 現在我和你們一起去聽一對BAND 我不懂你不懂的 聽完三分鐘之後 我問你 你覺得一對BAND怎麼樣? 你會用什麼的觀念 或者什麼的看法去認為他好不好呢? 除非 撇除了你是自己玩音樂 我是鼓佬 我當然是咪的鼓佬說他打得不好 撇除了音樂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人 我去聽音樂的時候 我會用什麼的概念去理解 究竟這首歌好不好聽呢? OK? 不用問了 上到台 OK? 那女兒唱歌唱到走音的 暗靚都沒用 對不對? 那意思是什麼? LEED是代表著對你的印象 OK?對你的印象 整隊BAND我不會理會 我不會知道是怎樣的 我是不懂音樂的 我一看就是主音唱得好不好 OK? 好靚喔 但是唱六十十音呢? 那也扣分吧 如果樣子不好 但是唱得好正 OK? 可能我又會有不同的看法 LEED是很重要的 所以變成一首歌 你去寫歌的時候 你每一個LEED的位置 是你最需要留意的位置 也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 如果你發一個MPV 給我問我好不好聽 甚至乎你寄去唱片公司 他覺得好不好 用不著你這首歌 是靠你的LEED OK? 聽下去很廢話的概念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清楚的 OK? 無論有多久要做一首歌 LEED那一部分 一定不可以出錯 OK? 例如Vocal 不可以走音 Vocal的melody 或者是你LEED吉他 我一聽這首歌 本身已經沒有樣子看更差 一聽 嘩! 轉Solo走音的 我也不會聽下去了 OK? 所以變了有這個概念 LEED的概念 如何轉到Rhythm Rhythm 就是平時打鼓 so-called rhythm 你對他來說 那個格式觀就是 一個節奏 Rhythm Rhythm跟一首歌 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呢? 我會這樣說 譬如說 我們有看一場Bang Show 今次玩東西 我們不讓Vocal上台 整隊Bang玩十分鐘 之後我問你 對Bang究竟是玩什麼的Style OK? 你會怎麼回答我呢? OK? 看一看他的rhythm樂器 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 如果我玩一個R&B 其實你怎麼理解到一個R&B呢? 如果我是沒有音樂基礎 或者只有一點點的情況下 聽一個鼓 聽一個鼓 你會很容易 其實每一種Style 都會有他獨特的rhythm 去令到他的Style突出 OK? 譬如說 為什麼叫做Rock Guitar 因為知道吉他很Rock 很癢 所以你叫Rock Guitar 廢話 不夠 如果為什麼叫POP? POP 就是因為很流行的琴奏 開頭很抒情的感覺 你會叫做POP OK? 還有很多可以細分很多東西 OK 但為什麼會有POP ROCK 原因是因為他開頭是琴很靜 接著就用了一支吉他很Rock OK? 這些音樂不同的Style 說真的 分得太仔細都沒什麼必要的 其實最重要你知道自己將會在做什麼 但起碼你要明白到就是 你首歌用什麼的rhythm 就是代表什麼的Style 變相 你去想你首歌編曲的時候 你先由Rhythm去想起 因為Rhythm會影響到你的Melody是不同的 所以變相你一定要明白到第一點 就是你要選了你首歌的Rhythm 我才會作一首歌 那個Melody出來 OK? Rhythm是代表你對Bang的Style 你首歌的Style OK? 所以這個它不只是為節奏那麼簡單 它是為一種Style 雖然我寫歌 我想到Cord之餘 我可以想起這種Rhythm的Style 你首歌編曲的輪廓已經好出來了 第一點 第二點 Rhythm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每一種Style 都會有獨特的Rhythm OK? 而很武斷地去說一句 通常一首歌 百成機會都出現的那種樂器 做Rhythm 其實那種樂器就是代表那種Style 譬如我說Hip-Hop 你的鼓是輪廓全程的 OK? 例如我說玩Hard Rock 你是發覺那個Rock 即是Distolon吉他 還是玩全程的 我玩Metal 一定是Double Bassdrum 不斷的 OK? 我玩什麼New Metal 可能有些電子的Sequencer 可能你玩一些Govic 會有一堆弦樂在後面 總會有一些東西 一加你就覺得 有少少這種味道 所以這就是Rhythm的效應 Rhythm會出現的地方 所以變了編曲 你一定要理解你自己要玩什麼Style 然後什麼Rhythm可以代表什麼Style 就看你的功力 看你自己的見識有多少 OK? 好,然後到Pad 所以這裡 作曲的理論應該這麼說 Melody 我們看這兩個東西很重要的 有Quad 有Rhythm 還有Lit OK? 一個是我對你的印象 一個是你告訴我你是什麼Style 一首歌是這樣子出現的 OK? 每一樣不同的Style 都會有特定的樂器 是負責某一個Party OK? 這兩個東西很重要的 而且你可以這樣說 當譬如說 我想學一種新的Style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Punk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Funk 好,反過來 聽一些歌 找回別人的Lit 找回別人的Rhythm 你就可以了解到 原來因為某種樂器出現 某節奏一出現 所以我就可以決定它是這樣的Style 對分析很有用 這個東西 OK?